Hello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看看Razer的A6滑板车 Razer这个牌子可能在香港少人认识 但它在美国或者欧美的地方都很受欢迎 大家如果想入手可以在Amazon留意一下 今天试试的型号就是Razer的A6 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一般滑板车的车轮尺寸大约是8吋200mm 这一部就是10吋235mm 另外我们看看这个位置 是有个额外的Bearling 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位置 是有个额外的Bearling 左边 右边都有的 好了 我们看看如何打开这部车 首先手指在这里 插一插 然后把车架抛向前面 最后留意这个位置 顺时针领实就可以了 绝大部份的滑板车都会用这一种六角时 是5mm的 大家记得5mm 一定要准备2枝 为什么我们要准备2枝六角时呢 因为左右都要领松它 才可以更换到车轮 或者是Bearling 现在我试一试 拆开螺丝 拆开车轮给大家看看 这里的位置是Bearling 里面还有金属的圆桶 我们拆开这些组件的时候 千万不要不见了 另外也会有类似这样的螺丝 是一组的 这个螺丝是会穿过这个小孔 承托着车轮 这次A6就会比较特别 它真的额外还有两组左右的Bearling 我刚才踩上来就会觉得是特别顺畅 一脚流的距离是会比其他滑板车更远的 现在我们就看看这个位置 就是所谓额外的Bearling 现在我们就把Bearling安装进去 最特别它还有一个这样的组件 是放在这里两个位置 通常我们安装车轮的时候 有点巧妙的 我就会用六角时 穿着所有的零件 方便我后期将螺丝通 从六角时这个位置 推进去 现在就安装完成了 这个4Bearling的系统 相信真的帮到很多 令到它比一般滑板车顺滑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